所以目標設定其實是會有副作用的 它會有哪些副作用喔 主要有四個 第一個呢你會產生隧道視野剛剛講的 就是你的目光會非常狹隘 看不到周圍的一些機會 所以你運氣就會比較別人差 然後喪失很多機會成本 第二個呢 是你會這個 短視盡力 有沒有人設定目標是設定說 這個我90歲要賺到10億 沒有啦 都是30歲賺到1億嘛 沒有人會設定那個長期的目標啊 太長了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你為了達到目標都是達到短期的目標 你就會忽略什麼 長期的利益 譬如說公司最容易犯這種錯誤 公司為了要讓自己財報好看一點 然後要衝高自己的這個股價 他就會去做一些短期有利和長期不利的事情 譬如說他就會裁員 然後他就會這個 不重視研發 不重視教育訓練 個人也是啊 你為了短期賺到錢 你就會 想說我趕快找一個工作 大學剛畢業的大學 趕快來賺錢 賺多的也越好 你大學剛畢業 你去上班就只有2萬多啊 可是如果你到工地去做這個搬運工 你一個月可能可以賺3、4萬 如果你為了賺錢你會做什麼 你就會去做這個搬運工工地的工人 一個月賺3、4萬 比你所有的同學剛畢業的都賺得比他們多 可是你這個工作可能就沒有未來性啊 還有他跟你長期的目標並不符合啊 你沒辦法發揮錢 你沒辦法發揮自我啊 所以就忽略了長期的好處 第三個是 你會開始不擇手段 當你的目標很明確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達到他 這個時候你就會忽略你的手段到底是怎麼達成的 譬如說很多公司 他們傳出一些弊案 到底 推到最後發現是什麼問題呢 推到最後發現是 公司會制定一些績效的目標 給下面的這些員工 說你們每個月一定要達到多少的目標 他們就要去做啊 做不到怎麼辦 就用騙的啊 或者是用這個 偷改數字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 這個社群都很討厭 以佣金為主的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會反過來塑造你這個人 你為了要賺到錢 這個是你的目標 你就會忽略你的手段啊 你就會賣一些不好的產品 或者是取下一些你做不到的承諾 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 你的道德感就會淪上 對啊 所以我們一個人到底有沒有道德感跟你所處的環境 你的誘因是很有關係的 第四個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你會喪失你的內在動機 就原本你做這件事情可能是有內在動機的 可是當你設定了目標之後 你的動機就變成完成這個目標了 因為設定目標的時候 你會專注在結果 可是一件事情呢 你如果很有內在動機 你很喜歡做的事情 通常你是專注在過程 很吊詭的是 如果你專注在結果 你通常達不到結果 你專注在過程呢 你就能夠達到比較好的結果 譬如說 你的 假設你的設定目標是你要 30歲賺到1億 你要賺錢 這是你的目標 這時候你就會急急隱隱不斷去賺嘛 可是因為你會犯了前面這三個錯誤 到時候你結果也不好 你不但沒賺到錢 你還會賠掉一大借 譬如說你一開始可能會加入保險 加入傳銷 然後到處拉人 到最後呢 到最後不但賺不到錢 而且把你的人際關係全部都搞壞了 你所有你最寶貴的資源 人力資源全部都沒有了 這很糟糕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專注在過程呢 你做一個工作 是因為我很熱愛 我很喜歡 譬如說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很喜歡閱讀啊 很喜歡這個 學習啊 所以我們來做這樣子的事情嘛 當你專注在那個過程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做得比別人好 做得比別人好 你就會不斷的精進 你就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市場就會給你一個價格 這時候你反而會賺到錢 對啊 所以當你喪失內在動機的時候 就是你只專注在那個結果 專注在那個錢 你反而會失去 結果 啊如果你有 你不要設定目標 你反而會 比較好啦 比如說我再講一個例子 這個教養好了 爸媽媽都很擔心 小朋友的成績啊 可是你要給他設定目標嗎 喔 這個 下一次考試 平均分數要 85分以上 這目標有沒有很明確 很明確嘛 可是這個時候 這會開始產生 我們心理學上面講的 叫做過度意圖 你太想達到那個 結果了 太想達到那個目標了 你會很緊張 對啊 很緊張就不放鬆啊 你就沒辦法發揮實力啊 有沒有 考試的時候就很緊張啊 就反而考不好 或者是因為他壓力太大了 所以他上課的時候 吸收能力就比較差 學習能力就變差了 他反而沒辦法考得很好 反過來你應該讓他專注在過程 去發揮他的內在動機啊 對啊 看他對哪一科比較有興趣啊 有興趣的時候就多提供他一些鼓勵啊 然後 給他多一點題目嘛 然後給他一些 這個 教學以外的知識 讓他覺得 哇好有趣喔 這時候他會專注在過程啊 專注在內在動機 反而他成績就會很好 就算最後的結果不好 也沒關係啊 到底你 小朋友上課學習的 重點是要 成績好 還是他要學到東西 然後呢 他培養了學習的興趣 然後將來從學校畢業之後 還能再繼續學習 還是說 他要成績很好 可是他對學習完全沒興趣 大學畢業 或學校畢業之後 再也不看書了 你就會拿一個比較重要 當然是前面這個比較重要啊 那教育學家杜威怎麼說 他說教育喔 怎麼樣算成功 就是這個 學生離開學校之後 他還會不會繼續 自主的學習 如果會 那這個教育就是成功的 如果不會 這個教育是完全失敗的 那你看我們台灣的狀況 哪個人 離開學校之後 還有在看書的 幾乎等於零 沒有人在看書啊 對啊 學校的老師 是最不喜歡 學習的一群人 他們只要 努力 閱讀 然後考試 考到正 只要當個老師之後 他就再也不學習 再也不看書了 對啊 所以這個是 學習或教育的目的嗎 不是的 所以當你設定目標的時候 最糟糕的就是 你會喪失 內在的動機 然後你就得不到 你想要的目標了 你就會讓你原本 設定目標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目的 整個喪失掉了 嗯 嗯